范美琪日前成为了台湾罗东圣母医院筹建全台首座全亲老医疗机构募款的爱心公益大使 今日的活动中除了李列亲自到场支持外 李宗盛也特别录制了一段VCR 此外范范还特别设计了爱心T恤 并为活动录制的歌曲感动不远和平安鸟 希望借由自己温暖的歌声及设计理念 让目垮爱心飞得更高更远 范范谈到意大利神父为了到台湾偏远地区奉献爱心和传承的故事时感动不已 眼眶泛红 范范称自己的创作灵感来自很早就离开自己的外婆 她更强调照顾现在的老人就是在照顾日后的自己 范范称希望通过自己的抛砖引玉能够引得大家一起共襄胜举 每一个人都会老这件事情 我觉得大家要要深刻的刻在心里面这句话的意思 所以我就把它放在这T恤上面 就是We are all getting old 那重点是我们关怀老人 我们为他们付出 等于就是在照顾未来的我们自己 那这件事情很重要 所以我也设计了这个T恤 李列更是扬言 只要自己参加年底的晚会 不论任何形式的活动 自己都会伸手四处要钱 范范也是动物园身边的姐妹 大家一起行动起来 共同为明年破土动工的大楼而奉献力量 就是欢迎12月大家来邀请我参加party 越多越好 因为一参加 一到了party里面 我就会 我就会跟大家伸手要钱 要求大家说 麻烦请捐钱给罗东圣母医院 捐盖老人大楼 有啊之前就是已经跟那个 西围西地都讲说要做这件事情 然后他们就非常兴奋 就说快点把账号拿来 然后他们已经迫不及待 要贡献他们的爱心 所以在这里也很感谢我的姐妹们 然后我们就把所有的 这个圣诞礼物的钱都省下来 好好的来帮助这个医院的 这个盖得很新很旺好不好 跟你们这样 是